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看报告呢 怎么样 石兰 贵州那边情况怎么样 爸 你看 这是我在他们生产基地拍的 自然 环境 技术力量都不错 缺就缺资金投入进行大规模生产 销售力量他们也很薄弱 这呀恰恰是我们的强项 爸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景 值得投资 可是 这么成熟的项目 怎么就没有人投资呢 哪儿啊 很多人想投呢 你以为 爸 这个项目啊 我还是通过朋友牵线才找到的 现在做事啊 讲究的是效率 如果你还不赶快决定 恐怕真要被别人抢走了 西兰 有很多事情啊 越是顺利 就越是有风险 我看你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爸 我看你啊 是受苦受多了 碰到好事情反而缺乏信心 对新心事啊 缺乏判断 也许是吧 也许是吧 可是现在有很多事情啊 就是包装得太好 你看 就像这份报告 它写得很有煽动力 但是 实质内容 就未必是这样的 我看这样吧 这个事情 咱们再了解几天 先不要急于签合同 说不定啊 就会有什么漏洞 暴露出来 我都亲自去考察过了 爸 你这是不相信我 史兰 这跟你没有关系 我是对这个项目没有把握 算了 反正啊 是我自己多事 本来许世强走了以后 我不打算再管公司的事 结果呢 我还是管不住自己 史兰 你不要这样说 我晓得 你是为了公司好 好不好我不敢说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愿意签就签 不愿意签就不签 只是不要等到这个项目被别人拿走了 你再来责怪我就好 不是 你只能把 beings 呃 把你帮到的人 你自己的变化 我就不肯定就是 你啊 你也不是 你这不是 我们都没有 下雨了 变天 我怕她没有带被子 谁啊 爸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想到了小旭 她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人照过 倩倩又很少离开家住在外面 我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吧 我把倩倩当成自己的侄女 你们却从来不把我当成她的姑姑 好 倩倩 难得你这么想着倩倩 好 我去拿 走 倩倩 爸 那我先去了 去吧 倩倩啊 路上小心啊 走 是石兰吗 嗯 我都听到了 她是要给倩倩送被子是吗 是啊 好啊 石兰都知道关心倩倩了 好 她们也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 好 来 睡吧 来 睡吧 我是想到了小旭 她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人照过 倩倩又很少离开家住在外面 我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吧 我把倩倩当成自己的侄女 你们却从来不把我当成她的姑姑 石兰就知道关心倩倩了 她们不想照顾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